神經病故事投稿 神經病故事投稿又來了 首先都是感謝大家投稿 這次的故事又是很神經病 很黑暗 因為香港也很黑暗 馬上說來聽聽 不單是大家的時間 沒人想聽我們兩個廢話 只是想聽這些東西 全都是廢話 不是不是 先說完 大家覺得轉了環境好嗎 覺得好的話就留言 我們下次再用這個景 特地選了一張床景 有看我們的頻道都知道這床有什麼事 曾經Emma贊助 這條片不關她的事 曾經有個女生睡過的 來吧 好 第一個 是上班的故事 穿著四吋高跟鞋 不想自己走上角樓用微波爐叮飯 即是她說有一個人 不想自己走上叮飯 不是她自己 天天要同事幫她走上走下 終於有一天有人問她 為何你自己不走上去呢 她打了個凸 剩下兩秒 接著答 我會累的 DIS全世界DIS DLS什麼意思就死了 DLS全世界只有她一個上班會累 其他人不會累的 答好自己 DLS是吧 DIS什麼東西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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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女賣女 但他說他打了一個凸 為什麼他覺得不會有人敢反抗出聲 嘩 真的很討厭這些人 自己工作自己負責 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 其實是,那些人拿著多錢拿得多 如果給我的話 他叫他幫我盯飯嘛 你幫他做 盯完就不拿下來 要上角樓上去 盯完放在角樓上去 放在微波爐裡面 然後下來的時候 幫他盯了 盯了 不用說自己拿 幫他盯了就走開 去吧 接著 幫我盯了 哈哈哈哈 OK啊 OK啊 我又不是不幫你做 他說一句,你不就做一下 我叫你盯飯而已 可以很多自失足道 譬如下次幫我盯飯拿下來 然後拿下來就不知道拿到哪裡 哈哈哈哈 拿回那一陣子 放在他旁邊的辦公室 我拿到下來 真的要這樣對付 其實是,要有些緩味性的對付 要讓他知道你不是傲嬌 我覺得我們已經打不到辦公室了 哈哈哈哈 還是想到最賊的 因為如果他不是你上司 那就無所謂吧 你上司就算了 就丟給你了 太多朋友 天天都真的過份了,老實說 現在很多女生是始終生叫的 他們做得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夠膽說 他覺得你不夠膽拒絕 是,其實現在很多這些人 那什麼所謂呢 我說而已嘛 你不行就說 可能這樣 但其實在別人的角度很尷尬 是啊 所以大家都會幫他做 只要有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或者一群人出來拒絕他 他就拒絕了 哈哈哈 真的 第二個 黑暗故事 不算煩惱 你們當趣事一則 不是煩惱的 中學的時候 有個老師很囂張 不追葉回去 都沒什麼兩句 有一次回去幫學生補習 用了他的課室 他就說要投訴 他的課室 他的課室是一個老師 是啊 這麼有趣 寫名字的 哈哈哈 寫了老師的名字 其實我幫他的學生補習 一元都沒收 最後都吞了一條電影 回去幫他的學生補習 還要給他說 房間寫了他的名字 不可以進去 哦 過了幾年 我做了一個學校的校董 嘩 什麼 嘩 嘩 多了幾年 你做校董 你會不會這麼笨例子 哈哈哈 你會不會太笨例子 回去畢業禮頒獎 同一個老師 臉口180度轉變 上次又投訴我又成 好像沒發生過 還要周圍跟人說 小時候有教過我的 哇 那一刻終於明白 校園才是 最笨黑暗的現實地方 我想說 聽到這個故事 我想起 早幾年的大陸片 有一個詞語 是 當日 你愛你不理 今天要你高攀不起 我大陸很流行 車房仔 洗車的 然後過幾年之後 又 嘩 這樣 口音進來又回 總裁 又回到那間店 吃著衣 完全就是這種 他本身都 我虎藏狼 他民謀了這個計劃很久 是嗎 你這麼笨寸 他做你老闆 哈哈哈 其實真的 其實很大快人心 所以他就是 很冷靈 哈哈 做什麼 做了效果 你猜到老師的房間 貼自己的名字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 又問他是不是你 這個房間不錯 風水不錯 給我單 給我單 哈哈哈 不斷問他 哈哈哈 老師 也有很多好的老師 因為我也有朋友做老師 我都知道 是你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是OK的 就是壞的老師就是純粹為了工資 因為其實老師是香港人工OK的嘛 對學生有差 老師這件事是為人私表 更加不應該這樣吧 沒有啦 商業社會嘛 當然有的 有這些人的 但是 例如他剛剛那個老師做的事情是沒有意思的 那間房間是我的 還要別人幫你補習 見高吧見低踩嘛 是這樣的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我離開校園很久了 我不知道有間房間可以寫老師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聽過 對啦 幫我轉答給你的老師聽 收皮啦 不用啦 不用嗎 收了皮 我是你老闆 對 你收了皮 已經收了 是不是做了黑暗故事 對啦 黑暗故事 這是女生來的 之前上班上過某個公司 我上的那間分店的經理 她會編監表 即是她會編到事主和經理兩個人一起上班的時候 就會聊天聊得很近 又會常常摸一下她的頭 有時會搭她的肩膀 看到她的肩膀又會拿她的手來看看 每次都會趁她很忙的時候這樣做 趁她很忙的時候反應不到 騷擾她 對啦 騷擾她 有一次又是在忙 她又摸她的頭 她又躁底了 突然間吊夠她 之後她又害怕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她是做什麼店? 是零售還是什麼? 零售的 很好笑 她正在忙 零售 即是是對客人 他沒有吵夠 所以有些客人在這裡 有些客人在這裡 我吵你 我招呼她 沒有吵你 OKOKOK 經理就怕了事主 就沒有再接近她 誰知道過一段時間又打回圓形 接著還經常約她一日休息 一起出街 事主真的受不了 跟HR說 他們就說會處理 當然又沒有處理 然後呢 有一次 蛤? 峰迴路轉了一段 這件事發生的期間 有個新加入的男同事 相處正常 但是那個新加入的同事 有一天上班的時候 無緣無故打她屁股一下 把事主屁股 什麼事啊? 接著呢 那個新的男同事就笑笑 沒有啊 然後就... 沒有東西? 所以這件事是... 沒有人在現場 但是最誇張的是 整篇東西 完全不關我聊天的事 為什麼有的? 沒有了 完了 哈哈哈哈 喂 喂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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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什麼啊 首先不要理會文筆 這個轉字通不通信 哈哈 不是啊 我看到事主最後說她沒有做 正常要沒有做 非常合理 但我想是否現在的世代變了 是否這樣是正常沒問題 突然走去抽人一下 然後又說沒事啊 就走到去 我覺得女事主應該很臨善拼 給人的感覺 但沒理由的 無緣無故說 要你啊 哈哈 她文字上是這樣而已 她可能不是 她可能是要你啊 她可能是這樣 女生在職場上 有很多騷擾 我覺得女生要懂得保護自己 經理其實都麻煩的 她未去到真的這樣 一來啊 二來就是經理這些 經理都經常聽到的 用職拳騙你啊 看看拿到多少游泳 抽一下水 經常都聽到的 這些要反抗就必然 始終人際關係都很黑暗 反抗之後可能她又會捉你啊 搞到你沒得做啊 你經常都聽到的 但那個男同事才掉 那個男同事是什麼事呢 好像路過一樣 哈哈 那個男同事是白卡的 白卡 打上那些東張西望那樣 搞大電視搞搞的公司 其實挺好玩的 我看她們很爽 做個訪問就可以搞這件事 哈哈哈哈 其他資料都是由她自己找的 都是做個訪問的 對 挺好啊 那不可以找我們嗎 不是 身本齊下 我那邊有電視有電視搞 我們有我們的 但我覺得最根本就是 女生都要 給人的感覺 Strong些 別人見你臨善而已 有時候被人氣 她有點有刺 底褲 一打下去 哎呀 第一下她打完之後 哎呀你幹什麼 不要罵她 不要反抗 因為覺得可以打第二次 之後你穿些有刺 有針的地褲 你打我啊 啊啊啊啊啊 那個胸那裡又是有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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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釘嗎 哎呀不好意思 是成手血的 什麼事 很好玩 純粹很可憐 會有這些做法才不會被人報復 弄一些吉野裝意外 對面報警 哈哈 他完全知道 OK 有些小情大戒 這樣就可以 不過其實是 你玩一下東西 我當不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你自己也會這樣 一定是這樣的 哈哈 OK 但是你要讓人知道 你有反抗的技能 沒有啊 你懂得保護自己 走得對 走啊 慢慢的 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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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完仇才走 OK 講了個長 講我短短的 但是寬不寬如呢 不寬如的 挺好笑的 哈哈 這個好地獄啊 OK 小學聽講座 說非洲的兒童就很慘了 OK 平均每三秒 就有一個會餓死的了 啊 錯我旁邊的那個人 不停在我耳邊 細細細 哈哈 喂 不停在我耳邊細細細 這麼說 1 2 3 4 1 2 3 4 哈哈 浪誤啊 我忍笑忍到給老師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嘩 這個中極地獄 這個很糟糕 這個很糟糕 這個 幾次是連燈看到他的留言 這麼糟糕 很糟糕地獄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哈哈 這麼地獄的東西 呃 這些地獄笑話其實經常都聽到 大家看完之後 其實大部分 不要說全部 OK 都知道這些是慘事 但是 看一下也是會笑的 也是會笑的 但是又不可以放上台面說的 我立刻覺得自己會有罪 笑完之後好像 不是 那是不好的東西來的 但是 你那一刻是笑就是笑 不可以怎樣 笑的 哭 看一些都是 不可以放上台面說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放回去 一一一一 看看又怎樣 哈哈 一說完之後 那些人就會說 嘩你很地獄啊 就是這樣了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但其實大部分人看完就是笑 然後就有很多人看 對 人家就會說 你這幫混蛋來的 正混蛋 就是道德綁架 也不是的 也要有少許良知的 是有的 但問題是 你那一刻真的笑了就是笑了 笑了就是笑了 為什麼你會覺得好笑 你可以罵自己 但問題是 我覺得你下次看也是笑的 哈哈 即那一刻的真實反應就是笑 那沒辦法 那怎麼辦 那笑了 你是不是要懺悔去找神父 一入教會那個櫃 我準備了 那我們現在不如去吧 哈哈 不是OK的 這個聽起來 我有點不太知做什麼 但我又想說一下 即是你讀完之後 理解不了他 我理解不了他 特別想說些什麼 哈哈 不過不要緊 這麼好笑 我是回電訊商的 那些客人經常吵你不交錢 打來吵我們 為何要停他的機 即是那些客人不交錢 那些客人吵你 是在他那時候 吵他 哈哈 說的是三個月 成千元一期都沒有交 要不就無端端打來吵我 控制他什麼 什麼 什麼 控制他什麼 控制他的電話 是不是又想叫他升級計劃 到最後 只是他開了一個物妖模式 但是他依然覺得我控制他的電話 即是他開了物妖模式 電話打來他收不到 對 他說他控制他的電話 哈哈 我完全幻想到 那些打上去台的 總要其實我們公司制度 真的很差 我的部門是一些技術上的部門 但是因為熱線繁忙 然後他要我們幫熱線聽電話 但其實我們也解決不了客人的問題 我們只是在系統見他 等了一個小時之後 就駁去我們部門 他就等他多久 吊救我們多久 即是他在那裡等一個小時 對 為什麼要等一個小時 還等三個字為止 其實是他等一個小時 真的瘋了 所以一聽就知道 這不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其實我在文字上 已經看到這位投稿的人 很大怨 哈哈 他連那個東西都未打完 已經寫吊你 哈哈 純粹說我自己的意見 整篇東西的感覺 那些打上去的人 大部分應該是上了一些年紀 而他們的要求 也是很不合理 譬如為何咀了我的電話 他自己不認識 然後他就在那邊問 對呀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那個年代的習慣 先大聲 先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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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屈服於我 即是以前的年代都有這樣的習性 其實現在也是 現在的人都要先兇 現在應該都少了 完全沒有道理 即是你不交三個月月費 打來我還兇你 你兇你老母 我卡了什麼 其實是橫蠻 其實他未必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也不是你的客人 你就是屌服了 對呀 對呀 這電話很囂張 沒有問題 屌屌 已經不是客人 不是的 可能公司覺得這些是潛在客戶 公司吃屎而已 公司是吃屎的 哈哈 哈哈 所以是潛在客戶 最後是說什麼 把電話轉介到電梯那邊 對呀 他純粹是想有一個流水式系統 可以耍到客戶 對呀 另外想起一件事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做過當時時薪很高的工作 頭珠服 電話頭珠 當時時薪很高 對呀 即是說麥當勞是20元的時候 他是41元 你講 你講 那時候 極大量的那些先生打進來 OK 那些上年紀的先生 打進來很搞笑 譬如你正常流程 打進來之後 就要講你的帳號 OK 入了才能確定是你 你才能用你的戶口的錢去買 嗯 他才生打進來 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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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不能是真事 打進來就好了 三號五號七號 打進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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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害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一搭進來就說了 好厲害 而且他們看賠率 看電視看賠率 最後15秒才搭進來 要買最後的賠率 一搭進來就說了 說完先生你最好嗎 他意識到自己拆 然後就收錢 其實挺慘的 好玩好笑 這是氣筒 真的 然後開跑之前才打 然後進去之後 我們要複述一次給他聽 是不是這樣 複述了才可以下 複述完就剛剛開跑了 下不了 為什麼下不了 哈哈 你剛才不是說了嗎 你複述了就下吧 死人 完全想不到 吊10分鐘 好玩不玩 這些人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能處理 處理了的人 那些人要被人處理 那些人不要理他 我相信 都是那個年代的人 哈哈哈哈 我說我們標籤 不過應該都是那些 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聽聲音也是那些 大概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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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這次觀眾很踴躍 多謝大家 實際有很多故事 所以 分兩集 上次有觀眾說 你不分兩集 你把這些故事都弄走 對 我們這次醒了 之前是蠢的 這次比較聰明 因為很多時候都看到 觀眾打了出來 一大段 選完有點沒用 好像很壞 無論如何 謝謝各位 繼續投稿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再見 再見